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文化成为都会生活最常见的样貌之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台湾超过600万的外食人口 实际追踪外食所产生的一次性消费 我们发现一年有超过12万吨的废弃物 确实是比天还高 台湾每天有一千万餐次的外食人口 检视便利生活的代价 每餐的一次性物品加起来 一年产生将近6亿顿废弃物 一次外食就是一次浪费 跟着外食族的脚步 餐壳 纸容器 饮料杯一个个累积 最后都进入垃圾桶 这些垃圾累积起来 就是一座座假便利知名的垃圾山 没有 大概有算过说比如像一天涨下 会用到多少一次性的东西 没有 因为丢到垃圾桶就看不见了 就没有什么感觉 垃圾桶看似永远都能清空 但这些日日增加的消费和浪费 总有一天再也没有去处 而怕麻烦正是环保外食族的这一大挑战 你好 我要一个鸳鸯奶茶 现在有带杯子吗 我们带杯子吃的就要五学龙 没有 没有 好 我来等一下 来台北念书之后就一直 大部分都在外面吃 其实高中就有发环保餐具了 就是因为出门的时候 有时候不一定会带宝宝 然后有时候不一定是带头的宝宝 他就会忘记把环保餐具换过来 然后后来就觉得带了很麻烦 全台湾一年消耗大约184亿个塑胶袋 50亿双免洗块 46亿支宝特瓶 以及7.4亿个抛弃式饮料杯 外食族小小的改变 麻烦与欢喜的转面之间 决定的正是环境的命运 都市上班族每天就像蜜蜂一样的忙碌 拎热早餐进公司 中午的时候又成群结队的出来用餐 在人文之夜中心服务的同仁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默契 那就是不使用一次急丢的餐盒 像我的同事董英满 他自己不但是身体力行 而且还影响了他的家人 同仁 大家一起来力行环保生活 是怎么开始的 从近大爱台开始的 因为以前就是真的就像秀丽姐讲的 就在以前公司就是三餐 几乎就是都在外面吃 因为我们也是做媒体的工作 然后就是早餐 午餐 晚餐 乃至于宵夜就是都在外面吃 然后就是 而且通常我们都会买进公司 就是一堆的垃圾 然后是因为进来大爱台上班 然后这个环境就真的 就是大家对环保比较有概念 然后再加上我又做上人的节目 然后就就是慢慢要听上人讲的话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去例行环保餐具 然后一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就是先从环保块入门 就是会开始在包包里面放环保块这样子 那现在呢 不只是环保块环保杯了 现在已经从环保块 然后环保杯到所有的环保餐具这样子 就一路就是几乎都会全部都会使用 就是不会拿外面的东西 这样有多少年的时间呢 十年吧 十年 对 所以环保现在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 对 对不对 已经一点都不勉强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而且甚至于商家也不习惯 对 刚开始我觉得环保意识 大家使用这些东西这几年 就会好很多 就是商家他其实已经很习惯 你带这些东西 可是再更早 就是我们在很多年前开始在做的时候 就真的会很好笑 然后自己也其实也不是很懂 比方说我们就拿着一个 瘦瘦小小的那个 环保的那个我们装水在喝的杯子 然后就去传统豆浆店 老板娘我要买豆浆 然后那个豆浆的嫂子都这么大 因为那豆浆一大锅嘛 然后嫂子就这么大 然后那个我们的口就这么小 然后老板娘就这样子 咿咿咿 然后就等我 然后因为这会造成人家的困扰 因为早餐 早餐啊 早餐店很忙啊 然后还在那边 你的口这么小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弄弄弄弄弄弄了整个杯子都是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发现说自己也要学习怎么样去使用环保餐具 然后也要让店家习惯 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知道说 要拿口大一点的去装豆浆 不要硬是要拿那种口很小的东西 然后去叫人家装东西 但是慢慢你也思考出来的 用很多智慧的方法 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 去买早餐豆浆的时候 用的是比较宽口的杯子 来让我看一看 你要用宽口的杯子 店家比较方便帮你装 至少因打开是这么大 然后他们比较好装 不然的话我们一般装水的都好小 就是口都会很小 然后甚至于其实我有时候 买多一点豆浆的时候 我会拿更大的碗去装 我们都知道环保是应该这么做 可是有时候还真是不方便 你说上街我们穿得很时尚 结果你拿了一个那个环保杯 或者是这样一个大的那个碗 实在是很不方便 听说满满你有办法 我觉得使用环保餐具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不要常常让自己 临时想要吃什么东西 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想要去早餐店买蛋饼 那我就会准备好要装蛋饼的盒子 就是我们不要走到早餐店才想到 想到说我要买什么东西 那你当然就 你当然就没有餐具 你就会要用一个纸盒 又浪费一个纸盒 又制造一个垃圾 然后通常我都是 假设我到了早餐店 然后我通常不会买饮料 就是去买一个蛋饼 我很不会买饮料 那如果说万一到了现场之后 起了贪念想要买饮料的时候 可是我会因为我没有带环保杯 我就是不要买 我觉得你要告诉自己说 我如果没有带器具 我就不要去吃那样东西 你就会少制造很多的垃圾 就一定要忍住 因为其实带环保餐具 还有一个辛苦的事情就是 你用完餐你还要再去清洗它 然后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懒惰 然后就是想说 好累哦 今天好累哦 我真的要就是一定要拿碗去买 然后等一下吃完还要洗 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 上人常常跟我们讲就是 我们不要为了贪求一时的方便 就是我自己一个方便 或是我自己的一个懈怠 然后我就又制造一个垃圾 然后就会乖乖的就是 回家去拿碗 然后再去买东西 我听到了你的坚持 还有那一份的善的执着 一般人我们就坚持要吃到 所以环保那就算了吧 可是你却坚持要用环保的餐具 那没带那我就算了 我不吃了 对 这是不简单 十年了地形的环保生活 这个支持你的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你 你渐渐的 其实你就会想要做一个 对地球友善的人 就是大家常会讲说 气候怎样怎样 可是大家还是依然顾我的 过自己的原本的生活形态 不愿意改变的时候 那地球它也不会变得更好啊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个动力就是 你只要想到说你希望 你地球永远是很美丽的 然后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很开心的 在土地上生活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我现在我们一个动作 我可能不要让自己那么带 就是那么开心的说 一时方便就干嘛 一时方便就干嘛 就是为了那个一时方便 我们其实就制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垃圾 然后就污染海洋河川 其实就很糟糕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检查 我们自己的生活 那当然其实要落实环保 其实有很多的层级的层面要做 可是我们也不见得说一次可以到位 那我们就是慢慢慢慢进步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就是慢慢地做 那其实你会发现 那都只是一个习惯的阳层 而且我发觉呢 满满的环保呢 可以很时尚也很美观 你也从中发现了很多新的生活乐趣 有 因为我自己啊 就是还蛮喜欢做裁缝的 然后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常常会使用到塑胶袋 就是我们可能去便利超商买个东西 我们去超级市场买一个东西 我们就要用一个袋子 所以我后来就是会在 随身就会在包包里面 就拎一个 放一个环保袋 然后它就小小的 它就可以被你放在包包里面 然后就拿出来 然后它就又 就自己 自己就设计 然后就自己做 然后像这个东西 它打开它就是一个 你看它这么小 然后它打开以后 它就是一个背心袋 它可以装很多的东西 就是一个袋子 然后它就小小的啊 然后我本来还想说 曾经啊还想说 我应该要多把环保袋 都设计得很漂亮很可爱 那这样可能大家就会很愿意 去使用环保袋 就这样子放在包包里面 它又不会占很多的空间 可是你看这样子哦 它不会很脆弱 它可以装两罐牛奶 它也都很坚固 而且它就是清洗也方便 就是丢到洗衣机里面 去洗衣洗就好了 满满是怎么样 和大家来分享 你这种消费 却不浪费的生活态度呢 先从自己的很好的 就是家人 然后好朋友去开始 去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 开始过这样子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垃圾量 真的是太大了 我们常看到新闻或是上会 常常告诉我们说 你看那些垃圾山 挖出来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的塑胶袋 它从来就不会被分解掉 然后我觉得慢慢大家有一些 环保意识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顺利地就去推 然后像我们家师兄也是 他每次 像我们家附近的那些便当店什么 大家都认识他 每次看到他 实际师兄来了 因为他会拿着那个便当盒来装便当 就是你就是准备一个大小刚好的盒子 你就可以去装便当 就是又一天下来 其实你真的会少掉很多很多的垃圾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 像我以前刚开始就想说 你一个人做的力量很小 可是其实真的不会 然后上来就讲说真的是击沙成塔 因为我们一个人一年 我都不要我买便当 我买所有东西 我买饮料 我都不要用那些一次性的那一些容器的话 我真的一年光我一个人 我相信我省下来 可是我少制造垃圾会真的很多很多 然后我们一个人 然后再去影响家人 或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这些我的朋友他们也很好玩 他们被影响之后 他们也会去再去影响他们的家人 所以其实最后 其实是会越来越多人 大家都会用环保餐具 有自己做起 有衣而食而百迁 这个力量持续地在扩散当中 好 那对于一些才刚刚要开始练习 环保生活的外食族 你又有什么建议呢 一般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从环保块开始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然后你至少会先不要再去使用那个卫生块 而且卫生块已经都证实 它就是有一堆的漂白剂 它真的不太适合被你使用 就是也对人体是不好的 那你就筷子就放在身上 然后再来就是买饮料 买饮料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其实 大家尽量就是喝水就好了 可是如果说万一你真的就是 要喝咖啡啊 喝个什么东西的话 就务必就是自己就是带着一个杯子 其实杯子现在也都设计得很漂亮 而且你就是装在包包里面 其实它也不会占太大的空间 主要是这个 然后你如果说真的要去买的时候 你就是公司放着或者是家里放着 就是真的是带出去再买 先想好 刚刚慢慢提到了 这个十年来也是一步一脚印 慢慢地学习成长的 接下来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需要进步的部分就是减少消费 因为其实上人他也常常跟我们讲 就是其实真正的环保 不仅是零垃圾 而是真正是要减少消费 就是你不要看到什么东西喜欢买 你就喜欢你就喜欢你就买 那个其实才是真正不环保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说 你在平常日常生活 你去使用环保餐具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 我自己需要真的比较大的成长 有一个比较大需要成长的空间 就是不要看到喜欢的东西你就要买 就是其实真正是减少消费 才是真正的环保 真正的清静在源头 对 那么希望自己也可以朝到这个方向来努力 包括我自己 现代人生活忙碌 拿长把不方便 没有办法地挂在嘴边 但是我们从满满的例子里面可以发现 只要多一点的用心 多一点的坚持 就可以落实环保在十一住行各方面的 我们也乐于见到 现在有很多的业者也很努力 台中的一家 大家便当业者就以外送铁盒便当来取代的 一用就丢的纸便当盒 你应该多跑一趟回收便当盒 也要为环保尽一份力 外食生活真的只能依赖一次餐具吗 环保浴室抬头的今天 台北朴实 铁路便当 越来越多店家愿意提供环保的外带清水项 台中的珍品蔬食不只外送铁盒便当 跟外送环保的友善观念 因为现在不是电视又有在讲就是那个餐盒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化学物质什么 他想说这样 所以最近又又开始有签签 刚刚跟他打电话就跟他讲 我们要不要用铁便当盒 他就说好啊好 清净在源头啊 我们不能够去做环保的时候 那最起碼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不要再制造垃圾啊 像有时候我们这个 这个算了八个回去 有时候剩下六个回来 那这样怎么办 结缘啊 这个是八个的 这个是中华电信吗 这个是南山的在这边 别以为环保不讨喜 短短半年 珍品就建立了稳定的顾客群 一年后的今天 每天都有超过百位的环保舒适课 用行动一起为地球尽兴 老师 感恩来 谢谢 好 OK 大概两点多 再过来送 好 谢谢 感恩 对啊 老师他们都很发心 然后都很环绑 而且还给我们介绍好多客户 连隔壁教会的也帮我们介绍 师姐也很用心啊 所以你们要顾持一下 感恩 感恩师姐 还有就是这一个餐盒 对 就是是很环保的 只是师姐比较辛苦 就是要再回来 再收回去 对 我觉得师姐很用心 就是要顾持这样子 对 那另外就是说 还有她的菜色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为了推动环保 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 别的餐厅或休息 或准备晚上的出餐 珍品则全体总动员 回收便当盒 清洗 试镜 尽管必须放弃晚上营业的收入 珍品人坚持 外送铁盒便当 那我觉得说 其实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啊 你说虽然多付出一点点时间 可是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减少很多垃圾啊 能尽多少力量 我们就尽多少力量啊 那这个只是时间而已嘛 一下子 一下子就好了 不然 擦一擦 洗一洗就好了啊 从蔬食 清静在源头的初中出发 珍品的环保热成 正如一个一个热腾腾的爽口便当 让所有人都感染到 这铁定环保的热情 看了刚刚的影片呢 我们真的很赞叹 赖师姐一家努力耕耘了一年多 环保种子感觉上已经开始萌芽了 普遍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支持 不过当时怎么会开始想到 要用铁盒便当来外送呢 最主要就是上人告诉我们的那时候 清静在源头 我们不希望说 有制造更多的垃圾 那还有就是原来的那个 那个店家呢 它我们在底下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餐盘啊 碗啊各式各样的都有 我问说为什么是这样 它说是很多的客人 他们家不用的碗就拿来到这边 所以就变成是很多很多的种 那我们就说 所以我们里边店里面 不用那种一次性的商品 就是那个外送呢 外送的话我们也想说 我们不要再用 我们要希望能够减少垃圾 那就去找到这种 双层的不锈钢的铁盒来用 当时其实你们并不会烹调 完全只是因为说 想要推动栽介素食 对啊 那时候大唱会进行的时候 我们在想说上 就是呼吁大家要素食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来劝素劝素 那顶多一次能几个人 那我们来卖素食的话 一天一百个 那一年下来有三千六百餐 那我们就想说 用这样的心情来推广素食 就很大胆 真的是蛮大胆的哦 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全家人都放弃了原本的工作 而加入了推广素食 跟环保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 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就像说从开始 怎么样买菜 怎么样配菜 然后它的分量要多少 然后准备的菜要多少 那大哥呢 大哥他更是 他会想这个菜要怎么煮 然后咸淡啊 然后有的客人会反映 你这个油太油了啊 你这个太咸了啊 大哥就说啊 请给我一段时间 我一定会克服它 我会努力 那这样子一两个礼拜下来 然后他就会拿捏了 然后现在客人都会跟他赞叹 师兄好吃 师兄今天是一百分 你不要给我一百分好不好 这样我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他说好吧好吧 给你九十九分 所以也很感恩这些客人的包容 耐心的等待 你们的这个店的成长 不过最特别的就是 用这个铁盒便当来外送 那表示说送过去 还要再一趟路去把它收回来 对啊 像一般我们就是 我们的推广 我们就是希望说 不要再制到垃圾 那我们就想说就去找到这样子一个便当盒 然后又可以保温 客人拿到手上的时候 他的饭菜便当还是温热的 送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再等跟他讲说 那你们一点半开始上班 那我们大概两点来收可不可以 他就说好 那送去的时候回来了 送十个便当 有时候剩下九个回来 然后打电话问 我说还有一个还没吃完 他说那我明天再去收好了 还有杯子呢 杯子二十个下去 结果只收了十七个回来 因为天堂我还没有喝 我说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困难 可是这样子渐渐下来 客人也都能够接受 但是还是有不接受的 因为他觉得负责订餐的那个人 他要去点那个餐盒 他觉得他制造麻烦 他不要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他也不订用我们的餐 所以有时候可能跑了 不止一趟要去做回收 那回收回来又不见得百分百 反而是零零落落的 其实实际算起来 恐怕不合成本吧 从金钱上是不合成本 但是如果从推广素食 推广环保的话 我觉得那个收益比较大 不过我觉得您也很善解 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收了 他还在用 你就耐心地等待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跟他争取时间互动了 也是 所以说 因为总是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来谈环保 谈 也希望说因为现在纸盒 那其实里边还是有一个塑胶的薄墨 告诉他这样一个理念 然后希望他也支持环保 然后他外带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也可以就是要准备 就是借这样子的时候来告诉他 他外食外收的时候他还是要带 所以慢慢的大家能够接受了 越来越多人支持了 那真的是恭喜你 当时并不是说想要赚钱 纯粹只是说要来推动素食 所以开了素食餐厅 没有想到对你们全家人的生活 都有了一些的改变 有啊 因为这种吃素食本身 你这个整个的心就会变柔和了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家的生活 你就会觉得越来越简单 像我们有时候自己算一算 食衣住行衣乐 有时候我一整天除了买菜钱 还有投竹筒的钱之外 我都不用花钱了 因为吃自己煮的菜 然后晚上也吃一样 那都没有关系 因为觉得那个三餐只是 就是它只是钥匙而已 那其他的呢 我们觉得说可以跟大家结好缘 然后可以大家全家在一起 那种是最快乐的事情 对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不会到会 然后从中也有很多的学习 甚至于是挫折 你觉得支持你的动能是什么 往后你还打算继续怎么做 支持我们的动能 就像在大唱会里面讲的 甚至是是持栽戒不稳 不闻哀嚎宅杀生 然后是希望这样子 然后我们一直这样子 希望说推广述食 让大家更多的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每天我们到店里边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 大爱电视台 然后让真善美漫在整个空间 然后每一个人都投一个 投一个零钱在竹筒里面 然后祝福祈求天下无灾无难 然后就开始我们的生活 这样子每个人都生活在快乐的当中 那就是我们的动力 太好了 我们也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 能够用行动来支持 像有这样子坚持理念的餐厅 全台一天一千万餐次的外食 您贡献了几餐呢 随身携带的环保餐具 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但是呢 却能够同时逆转了 我们和环境的健康 百利而无一害 就让我们一起开始 当一个不外行的环保外食足吧 九起年代需要您我一起来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